轮机长沈瑞彰身穿深色上衣 手拿着香对着妈祖拜了三下 绕过供奉桌 右手在将香插进香炉 沈瑞彰的妻子穿着蓝紫色的衣服 手上拿着香念念有词 最后也恭敬地向妈祖拜了三下 金牌来本人签的金牌 金黄色的金牌闪烁着光芒 上面还有两条笼围绕一栋建筑物 原来轮机长沈瑞彰 在被海盗挟持四年七个月后 平安回台 特地打了面金牌 回到基隆妈祖庙庆安公还愿 沈瑞彰五年前出海时 也到庙里求签保平安 劝君把地莫烦恼 家门自由保安康 庙方已解释代表可以平安 但这件事情要继续周全下去 当初收的另外一支签 薛定山三请樊梨花 庙方已解释代表过程会比较辛苦 但最后可以一家团圆 这签签架很奇怪 签架是这个木树签 木树签是那个月刚才回来的时间 就是木树月 当初收的签师 竟然跟沈瑞彰回台的月份一模一样 沈太太当初在金山财神庙 求的签师也应验 沈瑞彰也特地回金山财神庙 感谢神明保佑 回头看看这些签师 或许冥冥之中真有保佑 记者朱丁荣 曹卫生 吉隆报道 小叫 published 金山财神庙 皇达 昨天大土 内 env 又